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他的英勇事迹也变成是天眼的剧本之一 但是到后来仍然在在毒品的手里面 再来看到的是戒尸环魂人死而复生 你相信吗 话说当年在云林麦寮有一个柠檬油阿嬷 阿嬷当时四十几岁的时候生病 人已经断气了 没有想到刚刚好才断气短短的时间当中 有一个18岁少女的魂魄 就借着阿嬷的身体活过来了 活过来之后 阿嬷本来可能行动不变 变成少女一样活蹦乱跳 而且连讲话的装脚都不一样 说本来吃粗的 后来变成吃菜的 现在据说这个云林麦寮的人阿嬷 人还住在当地 再来看到的是春天到了 过完年嘛要举办春酒 昨天晚上黑道举行春酒 可能是主人招待不周 有人就不爽了 开枪有四个人送医 说到包括了黑道请吃春酒 请吃尾牙 社会记者 艺人等等其实常常受邀 如果没去的话 会不会敬酒不吃 吃罚酒呢 电视器画面拍下 一群人站在餐厅外头 还有人用手狠狠地勒住菜姓男子脖子 地上还可以清楚看到一滩血迹 警方后报有人斗欧开枪 联盟出动快打部队 就看到开枪的郭姓男子 因为误伤自己倒在地上 一旁警方拉起封锁线 有人还试图闯入现场 遭到远景驱离 事情发生在周三晚间八点多 台北基隆路上的一间海鲜餐厅 一次是天道蒙 两个分会再犯春酒却发生冲突 案发现场手机渐渐散落一地 连项链戒指都被扯了下来 一旁还有散落的拖鞋 放在门口烧金纸的金筒 也成了斗欧工具 警示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三枚带壳 黑道春酒却演变成开枪大乱动 警方事后调查 仍然案发当时 九郭三巡的郭姓父子 要跟蔡姓父子禁酒 对方却相应不理 让郭姓男子的儿子 奋而朝着蔡姓父子开枪 其中一枪刚好划过 蔡姓男子手臂及他儿子的肩膀 双方爆发拉扯和刺激冲突 过程中开枪男子不慎击中自己膝盖 连来劝架的李姓友人也被打伤 包含蔡姓父子、郭姓嫌犯及李姓友人 四个人联盲送医 不过是否只是单纯的敬酒中分 警方也还要理清 好了 可能是因为喝酒喝到茫掉了 稍微不松就开枪了 据说这一场春酒当中 有黑道艺人出现 差一点点连我们自身的社会记者小代哥 人也受邀其中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 我们在跑社会的记者里面 参加所谓的帮派的春酒跟尾牙 其实那么多年来 我们大家一定都会被受邀 但是你要不要去而已 像昨天的话 当然也有人打电话问我说 要不要去喝一下 溜中酒就对了 对 但问题是根本就 这种场合只有一个字 就是喝喝喝 然后喝到你茫为止 所以其实有一点 那么多年下来 我们也都不会想去参加 因为很无聊了 可是其实昨天这一场 这个就可以凸显出一个 现在社会的怪现象 也就是说现在帮派里面 已经就伦理不分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昨天那一场 不是说所谓的天道蒙分子 正式的一场春酒 非正式 非正式 他们自己私下邀的 给你救了 对 大家认识的好朋友的 全部都邀过来 大家吃一吃饭 因为只有开十一桌 那我们主邀的那个 主桌的主人蔡大哥 那他其实蛮交由四海 所以他也邀了郭贵斌去 那我们也知道 郭贵斌本来以前 他的身份就属于 天道蒙这一边的 所以他也欣然的去 可是我们以前讲 一般只要是大哥级的人物 办了所谓的餐宴 小弟没有什么机会上桌的 对 小弟永远只是站在外面 这样子哦 对 那你能够上桌 那都会有一定的分量 而且就讲难听一点 你小弟在现场是根本没有 发言的空间 也是 你只有地毛巾跟倒酒 还有做就打杂的那种事情 你只有那种资格存在 那昨天你看到 是一个年轻的 对 小弟出来呛瞎 所以非正式的嘛 对 你出来呛瞎 如果说在别的场合 他真的会被打趴 连话都不敢讲 真的会被打趴 那以前如果再过去一点 你根本就 我讲你根本没讲话的机会 你还有机会什么 带着枪到现场去 那我call it 所以你看昨天主人 大家正在 酒还耳热 冰酒浸欢的时候 另外一个郭先生 他想要去跟主人敬酒 但主人 因为他想说那已经喝醉了 就劝他说 好啦好啦 你再等一会 那他旁边的小弟 他儿子就不高兴了 那不高兴的话 就当场枪就掏出来 然后两边的人马 就打到外面就开枪了 那这种状况 以前你看 所有的 道上兄弟的托里面 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不敢啦 不敢 对 真的是不敢 那我就说有资格坐上桌的 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似大体 那可是我们就看出来说 当然这就是说现在 那种黑帮的 一些伦理道德已经都不在了 而且 现在更有趣的就是说 以前 各帮派就是 办大宴会 大家都是吃自己的 不会说 大家所有的帮派 所有的人都尬奏会 那现在年轻的小弟都不一样 他们也许今天我是四海帮 明天就变竹篮 然后后天就变天道 跨帮派 对他们就看哪里有利益 他们就哪边结合 所以你看那时候 新一区那个夜店杀井案 里面各帮各派的人都有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所谓 组成一个所谓的中山联盟 他们还自称中山好青年 所以就专门在中山区这边 哪边有地方想要可以维世 然后可以抢毒品地盘 他们就去抢 所以说现在的文化跟以前不一样 但我现在就讲到 台湾的帮派春酒文化跟维亚文化 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怎么说 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那么多年来 我参加过太多场了 那其实都有一些固定的特色在 那我们就慢慢来细数 我们就先从四海帮来讲 四海帮是个外省帮派 我们讲外省挂帮派 那四海帮每年办春酒或是维亚 他们都会办在哪里呢 他们都会办在西门町狮子林楼上 有一家很有名的港式饮茶餐厅 就固定那一家 对 就固定那一家 都不会换的 都不会换 那一家就叫金丝楼 其实金丝楼在台湾的餐饮界 非常非常有名 因为它目前就讲老式 比较老式的港式饮茶餐厅 它的菜做得非常棒 那为什么四海帮都要办在这一边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金丝楼的老板 以前也算是四海帮的创邦元老之一 古早创邦元老之一 只是说他不是说去在江湖上混的 他只是说当初年轻的时候 跟这些四海帮的大邮级人物 都是好朋友 然后大家都是和在一起 眷村和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自然有他的辈分存在 那所以说有这个情谊在 他们每年办都会办在那一边 一定固定都办在那一边 那好 那我们看到竹联邦也都固定办在一个地方 最早以前的环雅饭店 现在叫做盛世王朝酒店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士林的青青农场 这边很多结婚在这里 很多人喜欢在户外结婚 因为环境优美 晚上灯光美气 又隐秘 过一条小小才会到 对 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 他们要筛选或是防止狗仔 以前狗仔偷拍 非常非常方便 对 所以他们就喜欢办在这里面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人的老板 跟这些帮派大哥 本来也都是好朋友 所以大家都办买办相送 反正你来这边办我也欢迎 而且他们办也不是说办一桌两桌 少折五十桌 大折一百多桌 对餐厅来讲也是一笔大生意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办 好 那另外我们就讲 怎么没有提到天道盟呢 我们就刚刚讲到天道盟 因为天道盟的组织很分散 然后它的这个盘踞的地点 又在基隆跟新北市 或桃园这边一带 所以说他们底下分会组织就特别多 各个分会之间 又彼此会比较看不顺眼 所以变成说大家就 比较不会有那么的大的凝聚力 会去办一场很正式的 那你看像四海帮 他们办这种所谓大宴会的时候 一定会邀各帮各派的大哥 帮主到场一起大家来喝一坨 甚至日本的黑道大哥 他们也都会邀请过来 甚至有时候马来西亚 我们讲的什么拿督啊什么 他们也都会来参与 那甚至所谓的政商界的人 大咖演艺圈的大咖 全部都会去 所以像我印象中很印象深刻一年 就是2014年那一年 朱联邦办春酒 在圆山办店楼顶 那个最大的厅办了111座 包圆山喔 对圆山办店 那一场春酒非常非常的盛大 那一样我刚刚讲的各邦各派人马都到了 然后演艺圈你看那天主持人是吴宗憲 表演喔 对那天主持人是吴宗憲 然后我们现场看到那个女兵 全部都是蛮有名的model 然后还有里面你看那天从立法委员 几乎去二三十个立法委员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谁我想想看 几个党政要员 不管民进党的国民党的 全部都到场致意 演艺圈的一样 除了吴宗憲在主持以外 然后包括像胡瓜什么徐乃林 全部都到场致意 对对对 太重要了这些大卡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角色 不管各行各业 你一定要分量够重 你才能够被受邀到现场去 而且可以跟大家一起 大家在把酒言欢 那像一样 那他们在办这个场子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说受邀 能够有被受邀那很光荣 要那个咖才有 对你要有那个资格 所以你不见得说人人可以去 那而且他们在现场都会办得 非常的我们讲说 歌舞昇华这样子 然后那个响罗宣天 一定有武龙武师阵 然后甚至最早以前还有棋队 他们进场的时候都要棋队 灰大棋 然后后面武龙武师就跟着进场 然后还有裸鼓队什么 进场表演完之后 然后主人喊开桌 那时候才开始 那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的 你在现场你根本看不到所谓的年轻一辈子 小弟根本没有出头天 对因为他们全部都站外面 对 全部都站外面 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去 好 那另外他们也不是说 今天竹人帮或是来帮或是来帮 我来办这个春酒或尾牙 就是由我帮主出钱 也不是 项出钱 他们全部分配好了 譬如说我是洋堂堂主 我就去认了两桌 用认领就对了 对认领 然后我们这个堂口的重要干部 当天就会到 当天就会到 所以他们全部都认你 责任分配 对 责任分配 那有些比较大方的堂口 或者说他们辖区收入比较丰富的堂口 那他们还会就在捐现金 在认更多桌 那为什么要认更多桌呢 因为要做面子给帮主 也是 帮主会可以再邀更多的大咖来现场 对 所以说基本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像四海邦每年办这种春节维崖 他们固定一定会在他们的场合 里面唱一首歌 什么歌 那也是他们 我们讲说类似他们地下帮歌 不是真正的帮歌 是地下帮歌 但是通常他们也只唱这一首 多一条 就是龙的传人 对 自诩成为龙的传人 对 没错 他们就是自诩成为龙的传人 所以他们到最后维崖结束 或春节结束 一定是全场起立 一定是唱这一首歌 对 那竹联邦那边一样 他们也是由裸鼓队来表演 还有艺人领唱 对 那他们都很喜欢去弄得很像 大型演唱会 现场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 所以这个就目前台湾的一个 就是说帮派的春酒跟文化 但是以前大家媒体都很喜欢去拍 但是后面他们管制非常非常严格 管制 对 不希望曝光 但这几年下来 其实他们也很开放 除了广邀媒体以外 他们现在 只要每次办这种参委 他们还会在现场设媒体联络处 开访一下 还有专责的发言人 对 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讲话 或是干嘛的话 你就去找他发言人联络 他会带你入座 所以说你可以现场 看了一清二楚他们在做什么 当然 前提是 他也是不让你拍照 因为倒不是说这些大哥不愿意曝光 是他们都很怕自己 有些朋友来现场 是怕顾到朋友 不要让朋友曝光 别贴标签 对 所以这个是目前一些台湾帮派的 所谓的春酒文化 小赌于情 不过如果大赌的话 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 说到赌博 真的我们人类似乎都无法抗拒他的诱惑 这几年线上赌博也很有名 也生意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个手机似乎卖的没有很好的HTC 宏达电 现在他的VR 说在赌博这一块有很大的要劲 这是他的VR虚拟实境 要跟非常大件的博弈大厂 做线上赌博 以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应该宏达电会赚钱 对 应该是说宏达电 其实国家大涨了9% 大家就去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利多在哪 对 利多在哪里 最主要就是宏达电他宣布了 要跟这个全球非常厉害的一家 这个IGT的一个公司 那这家公司它是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赌博 就是博弈的一些机器设备的一家公司 那全世界它在吃饺子老虎机器呢 市占率是第一名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家美国挂牌公司 叫IGT 它的一个市占率跟未来的一个前景 当然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一个期待 那话说呢 因为宏达电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股价大涨9%之多 不过呢 即使大涨这么多 股价还是六几块了 跟当年一千多块的股价比较起来 坦白说 好惨喔 对 我想它要重返农药的话 压力是大了一些些 不过确实它现在呢 找到了一线的一个神迹 这就是呢 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给它祝福了 国益产业 因为呢 其实宏达电 它最近还会宣布要发表 两支新的手机 可手机产业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相较之下呢 这个博弈产业 预估今年全世界的一个商机 至少是多达5000亿美元 博弈产业 对 5000多亿美元 那亚洲的地区呢 至少就这个市占率就高达了40几% 也就是说其实几个新的一个赌场 几乎都是锁定在菲律宾啊 澳门等等 所以呢 大家对于宏达电 这次呢 进京博弈产业到底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大家都拭目以待了 好了 那这次宏达电呢 跟IGT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现在呢 IGT要在他们的一个赌场里头呢 设立一个专区 这个专区呢就是呢 你戴上宏达电 Vive的一个头盔之后 对 VR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虚拟的赌博的一个游戏 那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方式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你戴上头盔之后呢 你可以跟 比如说 我现在是在美国在赌博 可是我戴上VR之后呢 我朋友刚好在澳门呢 或者是在新加坡赌博 可是我想要跟他对打 线上赌博啦 对 我想要跟他线上赌博 有没有机会 在过去坦白说是做不到的 可是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 VR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设备 其实呢你就有可能跟你的好朋友们 在江湖四海全球都可以 同步进行来 来这个赌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其他一个好处哦 包括什么 包括呢你同时可以玩 很多很多种游戏嘛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除了这个吃饺子老虎之外啊 百家乐啊 甚至你要玩什么 接伦或者是其他的 任何的一个赌博的 一个博弈的一个游戏 透过呢这个VR呢 通通呢都可以让你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游戏 随便将来也不用进赌场 直接可以赌了 那是未来 那初期他们还是会在这个 希望在赌场 进赌场里面 对 因为赌场你可以来换筹嘛 干嘛的 那文瑶刚刚讲的是 后面接下来的 其他的一个阶段 一定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好 那在过去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透过VR呢 来下赌注 其实是比较 不能说是不方便 而是呢 赌博就是要气氛嘛 那像我自己不爱赌 可是呢 因为工作关系 好几家的赌场的赌场的VIP 我都去过 对 那其实那个在VIP的 一个感觉就是 气氛很重要 Q很重要 Q很重要 那除了呢 这个服务生呢 不停地给你点心 饮料 让你开心之外 最重要的是 旁边有很多人观战 而且呢 输赢都是千万以上 要化身就对了 对 那当然有人会赌更多嘛 所以气氛很重要 那过去呢 这样的一个就是 VR的一个赌博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火红起来 是因为 没有气氛嘛 没有生灵其境 你自己在那边下注 那你觉得 庄家可能也没反应 然后旁边也没有人 帮你化瞎 也没有人帮你加油 可是呢 透过VR 哇 你的观众也来了 然后专家他可能是 真人 他也可能是虚拟的 所以呢 其实到最后呢 接下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赌博的一个方式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坦白说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起码呢 他的一个氛围 我想这个部分 他们一定会解决 因为呢 到时候呢 这样的问题解决之后呢 这些赌客 他们才会觉得说 我在这边 透过VR来赌博呢 这个跟真实赌博 是完全身利其境的 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想 红达电这一次 他们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方式 当然呢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观察 是不是 会让他们的骨架 有其他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表现的 一个状况 真的很罕见 猴子有人的脸 如果说猴子有人的脸 像明星脸的话 应该很明确就像 美猴王孙悟空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任何一个动物 或任何一个植物 那只要呢 长得跟平常一样 我们大家就觉得 见怪不怪 对不对 可是长得如果 长出一张脸 你会觉得很恐怖 跟人的脸一样 对啊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 叫人面桃花 后面拍成恐怖片 对不对 其实本来是很美的故事 不寻常啊 但是桃花如果 野长的人的脸 不是很恐怖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现在中国大陆出现 这一只 人面猴 真的猴子 对 这只猴子 你有没有看到 我的天啊 那个被人家看到之后 你知道 瞬间 大家就觉得 请问这是动物园 管理员吗 他本地板的脸 对啊 请问管理员 变成 这个假装的猴子 在里面给大家看吗 这太夸张了 你有没有看到 很像是 对不对 这根本跟人一样的脸 就没有那么可爱 虽然猴子是林长类 虽然人类可能是猴子 演化过来的 但是长这样 你不会害怕吗 太像人了 对 如果晚上 大半夜 突然跟他面对面 你会不会吓死 那个毛拔干净就像人了 对 虽然他是来自 中南美洲的 黑毛肠尾猴 但是呢 理论上 好像也不应该 有这样的脸 对起来就很可怕 但是不是只有猴子而已 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呢 有一个 这个老外养的狗 贵宾跟 那个狮子的一个混血 一岁多长成这样 像人的脸 对 他直直的眼睛 这样看着你的手 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对不对 而且呢 甚至有网友说什么呢 这只人脸狗呢 长得像谁 我跟你讲 他有超级明星脸 你去好莱坞 跟他这样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 他长得很像歌手 红法艾德 他歌很红耶 有没有很像 对不对 或是长得很像 Griffin Natch 他是演什么 最后大丈夫 对不对 没有 胡子 胡子 眼睛长得一模一样 眼睛跟嘴巴很传神 对 实在觉得说 感觉起来 他就你看 他这个表情也很无辜 就这样看着你 有没有 那主人当然很爱他 主人说你看 这个狗呢 很特别嘛 对不对 他叫Yuki 很特别 但是呢 传上网路的时候 他都觉得 哇 不禁觉得说 万一晚上跟这个狗 面对面的时候 可能也会觉得 心理上会有点压力 但是刚刚讲到的 猴子跟狗 就算了 如果羊 也有人的脸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那不是羊男的迷宫的主角吗 对 你知道在南非的一个村庄 最近就诞生了 这样的一个人面羊 真的啊 你知道 你先来看 这是羊哦 可是羊身上 竟然没有任何的毛皮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好像一个人的 这个脸这样躺在这边 有没有 然后呢 眼睛闭起来 然后呢 还有四肢 好像是这样背对的 然后还有举手 这一只肌形 对 那这个出生之后呢 当天 这个南非这个村庄 每个都传出来 说什么 我们被邪灵诅咒了 为什么 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呢 地狱来的怪羊 我的天啊 对不对 那很多人看到 就觉得很害怕 对 那当然科学家 都告诉你 医生说 不用担心 这其实只是一种 这个病 病变 对 叫做烈 反正就是一个 羊的一种病变 你得到了这个病毒之后呢 可能就会产生 羊胎的一个畸形 可能也活不久了 对 但是呢 南非的村庄的人 怎么会相信呢 因为全部的羊 只有这一只 是人面羊嘛 对不对 但是无独有偶 在2015年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 也出现了一只人面羊 你知道吗 长得更可怕 像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是什么 很像是那个魔法师 有没有 那个愤怒的老人的那种感觉 有耶 有没有很像 有没有很像那个甲浦庙 整个都变成人的头了 蓝色小精里面 那个甲浦庙 有没有觉得很像 对不对 好像是 整个 也是激情 对 然后一个人 很生气的样子 有没有 就一直在跟你好像很抱怨 然后还有胡子 愤怒的老头 所以说你看 这个出来之后呢 本来呢 这个主人呢 想说好吧 那你这样子 那我就开放大家来赚钱 对不对 让大家来这个 来让观光 对不对 有马歇人甚至要出 十倍的价钱来买它 但后来主人还是决定不要卖 好这个生下来就生下来 对不对 这个脸呢 让人家印象相当的深刻 但是呢 真的有一个东西 怎么样 在中国大陆呢 还有一种叫做人面猪 它也是生下来 有点畸形 你看连猪 猪都变这样 眼睛长到好大颗 然后呢 还有头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人面猪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你这样 你看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这个也是畸形 而且头上还长了一个 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 那这只猪呢 也引起了大家的 非常的轰动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脸 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大叫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畸形怪猪 两个眼睛和大嘴巴 对 感觉那两个眼睛大嘴巴 那这种猪老实讲 如果你把它卖到猪肉摊的话 可能也没有人敢吃 对不对 所以呢 天下之大无其不由 你看到这些 哇猴子啊羊啊 其实 长它平常的样子 我们都不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有一张人的脸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有一点点 很害怕的感觉 负责总统府 为安的警察 持有毒品被抓 限制住居 10月10分 一名男子从巷弄里 窜出拔腿狂奔 几秒后 两名猿警出现在后头 紧追不舍 成功将人逮捕 这名男子会被警方盯上 是因为涉及毒品案件 但让人压抑的是 警方查资料 原来犯贤也是 人民保姆 本手同仁在 明泉路51号巷口 查获正姓犯贤 携带为禁品 经检方检验为 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反应 21号晚间11点多 新北市永和警方 在巷弄里 带到这名29岁的正姓嫌犯 在他身上 起出一小包 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 进一步调查发现 他任职于保留总队 关一队 两线两星 中央警察大学第78期 外事系毕业之后 就到保留总队服务 原本还传出 他是总统随护 但保留总队澄清 他只担任内勤工作 并没有负责总统维安 也立即召开考机会 计量大过 免值十分 电影门徒的主角阿丽 为了弃毒 混入黑帮主持卧底 和毒枭对抗 但这名正姓远警 却是从网络上购买毒品 和朋友一起 吸食开趴 自毁奸臣 如果说你的同事 警察有吸毒 其实同事也许都知道 会不会其实有人去密告 导致远警吸毒的事情就曝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事情很严重 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过去 至少在我跑新闻 这二十年期间 我很少听见有远警吸毒 或是说贩毒 有不是没有 没有被救出来 但是而且即使被抓到的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基层远警 然后基层远警 然后可能因为外面 因为辖区的特性 或者是外面交友广阔 所以说他们接触的面很广 所以常常 反正龙蛇杂虫 黑白两道 大家都一起来 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人染上毒瘾 这过去的案例当然也不少 可是今天 我们看到今天 看到这个郑光许这位警官 他是两线二星 两线二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 派出所所长这个等级 两线二星 那他担任什么职务呢 他本人 他现在在保六总队的第一警官队 里面担任任职 那我就跟大家来解释 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 这事情大条 保六总队第一警官队负责 一个重要勤务 第一个 政府总统的危安 保护他们 还有卸任元首 卸任元首的危安 所以他们就负责这些东西 那第一警官队里面又分两 就是两批人 一批人就是在总统官邸 然后另外一批人 是在做所谓的 利临场所警卫 或是说道路警卫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这个政府元首 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就有一批人 要先去这个看场地 看场地 然后再 对 做安检 然后在这个总统在出发前 他们就要在沿路 各个路口站好 然后要去督导 然后派出属于远警 或是其他宪兵单位的人 然后做危安 那就分这两种 一种就是 那属于总统府 世卫士跟内卫士 那他们已经是属于 国安局的特型中心所管 好 那今天我们讲这郑光许 他就是 我刚刚讲的 他虽然也算是随户之一 但是万幸 他不是跟在正副总统身边 但是他有没有出现在正副总统身边 一定有 有 绝对有 只是说他是机动组的人员 所谓机动组 我刚刚就讲了嘛 就是今天哪边有缺人 或譬如说有同事休假 人少的时候 那我就会临时派勤务 这样过去 但是我们就讲 今天你负责那么重要的一个 维安勤务 维安勤务是讲 是绝对万全 一点点疏失都不可以 竟然有吸毒前科的记录的 或是说现在正在吸毒的 跟在我们的这些重要 如果毒瘾发作呢 对 万一你当你毒瘾发作 因为毒瘾发作 那个是满地打滚的 对 那个鼻涕眼泪都会喷出来那种 那怎么办 或是说他已经燃有严重的毒瘾 我们看到社会太多案例 伤害别人都有可能 对 你燃有严重毒瘾之后 你会产生这个幻想症 对 或是被害妄想症 或是你会愤怒 那万一你去伤别人 失控 那伤到我们自己的官员 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他身为一个 保留第一警官队的警官 本身他是宜兰高中毕业 而且他是用六十几分 考上中央警察大学 他在中央警大的时候 他还是柔道队的队长 对 那所以说你要进到第一警官队 你必须真的是要筛选出来 成绩优异 有门槛 表现优异 你才可以进到第一警官队 那我们就讲 你警政署已经在那么严格的筛选下 你都没有筛出来 那如果说万一现在 这个进入警察的门槛 那个非常多 管道非常多 那会不会其他单位 也有这种状况发生 应该有 对啊我们都不敢不敢保证 因为过去确实真的就发生过 很多很多这种案例 那所以说他今天他为什么会染毒 然后他在什么场合染毒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调查清楚 因为昨天 永和分局去抓他的时候 其实跟警方一开始的讲法是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警方一开始是说 哎呀我们见到这位正姓男子 在路边是个心机可疑 所以我们就去盘查 盘查之后他就自动 他就自动 教出安非他命来 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这种鬼话谁会相信 对事实上是 永和分局早就已经掌握这位正姓男子 他们不知道他是警察 对他们一直掌握在他跟很多毒贩 有做毒品交易 有去买毒品 然后也有发觉他有吸食 甚至在他网路上 他还在跟人家用网购 对 所以早就盯他 被锁定了 昨天就特地到他们家 去埋伏 然后看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上前要去逮他 然后他吓到跑着 被派出所远警追 对追到之后才逮到 逮到回到 一开始追远警 也不知道他是警察 也不知道自己 还是自己的长官 抓自己人 对 是回到分局去之后 他才逃出他的服务证 说我也是警察 那时候大家真的头都昏了 因为你一报你是警察 你服务单位 还是第一警官队 那大家就知道事情大条 所以现在马上保留总队就 速速乘处 两大过免值 好 那我们就讲到 不是只有那么一件 以前在台湾发生 也一件我们的英雄 对我们的霹雳英雄 大条的 谢正丽 那谢正丽这个案子 就是很可惜 警戒其实不少这种人 你曾经是英雄 但是也 你要做英雄的一个要件 就是你要立下战功 然后你要这个很会侦办刑案 那好 那你要立下战功 你要很会侦办刑案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线 你要有很多的线 那你就必须交友复杂 我讲明白了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为什么谢正丽 他会自毁前程呢 如果说大家历史久远一点 这个就是警戒人员 或是民众大概会对民国78年 在高雄发生了一起 那个枪击案 非常有印象 那也是台湾 目前的社会史上 史上最多警察的枪击案 杀警察 对一次死四个 对四个警察 被歹徒开枪打死 那当初就是讲 我们有一个枪击要犯 叫刘玉坤 他本来跟一伙人 然后在赌场赌博 然后当然 其实警方并没有盯上他 只是他跟他的这些 带着枪 然后跟这些同伙赌完博之后 要回到公寓 刚刚好遇上三民分局的派出所 远警 他们看到这个人 你在这个车子附近 暗夜里面 巷子里面走来走去 以为是偷车贼 所以就四个远警 上去跟他盘查 但是盘查的时候 他就拔腿就跑 跑到一个屋子里面躲起来 他的租屋处躲起来 有两个远警 就跑进去追 那另外两个在外面警戒 好 顺利把这位刘玉坤 这位枪击要犯逮到了 可是 大家都忘了 他还有好几个同伙 在外面 躲在外面 然后所以说 当这四个远警 把这刘玉坤 控制住的时候 带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同伙攻进来 完蛋 言多四重 对 结果而且同伙还递枪给刘玉坤 所以 一堆人 就乱枪 把这四个远警打死 那时候震惊社会 对 那警方当然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坏蛋 好 那时候就当然调集了 各单位的人马去追 那谢正丽那个时候就是台北 那时候叫台北县 霹雳小组的远警 那好 那后面警方锁定 因为 那个刘玉坤他们从高雄一路 跑到台北来 锁定他之后 就由他们去攻坚 那谢正丽就是带头攻坚的 好他带头空间 当然对方火力很大 他自己霹雳小组成员 伸手也棒 但是他就非常勇敢 看到我管理我什么 除了穿防弹衣的 防弹盾牌也没带 我一开始冲进去就跟对方对干 结果他自己第一个就中枪 受伤 对中枪受伤 那好 那其他外面支援的远警 开始乱枪扫射 打到里面四个嫌犯 通通中枪 中弹死亡 对通通中弹死亡 拳挂 拳挂 好就准四命换四命 那当然他带头冲先锋的 所以他那时候破格 破格升级 英勇啊 但是后面想不到 原本霹雳小组的远警 破格升级 当了刑警小队长之后 我就讲嘛 你要绩效好 你外面一定是关系好 龙蛇杂虫 结果染上毒瘾 又爱赌博 欠了一屁股的赞 欠钱 那时候官司不断 连自己的薪水 都被定期的扣 那结果呢 他有一次去办 这个毒贩案子的时候 看到这个毒品生意 不错做 这次可以贪很多 好啦 就聊自己聊下去 跟着人家一起贩毒 后面也是被自己人查到 就一判就判了三十年 所以变成警戒的英雄 现在就变成 目前的阶下囚 届尸还魂 而且仍然还可以人死复生 我们再来看到 云林麦导这个 林萌阿姨阿嬷的故事 曾经被外国媒体 做专题报导 曾经还拍过电影 就是这个阿嬷 现在年纪算比较大 但仍然还在云林麦导 你知道文耀 届尸还魂这四个字 你相不相信 我跟你讲 很多人会觉得不相信 或是觉得这是一种 精神上的 可能你的一个暗示 或什么 很多科学家 他会使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讲真的 不是只有在台湾 世界各地都曾经有过 这样的一个 借尸还魂的案例 因为太不可思议了 先来介绍这个 这个林云妖 林阿嬷 她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当年 她才四十几岁的时候 被一个十八岁的少女 叫做朱秀华 借尸还魂 那在台西跟麦导一带 你就算现在 再去台西跟麦导这一带 谈到这个故事 当地六十岁以上的齐老 还是会跟你津津乐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庙叫正东宫 现在还在麦导 好不好 麦导正东宫 对 那正东宫的主持 就是我们的林云妖 也是我们的朱秀华 你知道吗 她现在还在 她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庙的住持 对 庙的住持 庙是当她盖的 故事是这个样子 这个其实林云妖 跟她先生 就一直住在麦导 那林云妖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妇女 她就怎么样 第一个她只会讲台语 第二个她不是字 每天除了烧饭洗衣服 就带小孩 传统妇女 然后先生的建材行 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她也没办法帮忙 她只能顾家务而已 因为对她来说 身体的劳累会比较凶 那结果 四十几岁的那一年 她突然整个人一并不起 当时她的先生 叫做吴秋德 吴秋德跑去海丰岛 做一些 就当地的一些 建筑的一个状况 海丰岛就是外散顶州 那当时就是台西的外海 不会很远 那吴秋德这样来来去去 突然听说 自己的妻子 就出了问题 好像奄奄一袭 结果一回去的时候 其实林网腰当时已经断气了 断气走了 断气了 结果大家都很伤心 但是伤心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林网腰眼睛睁开了 吴秋德一看到 家里的人一看到 好开心 没事了 你没事了 要不要去看医生 事情怪在这里 突然林网腰就 讲了一堆他们听不懂的话 讲了一堆听不懂的话 对 听不懂的话 然后说这是哪里 这是干嘛 然后怎么样 你是谁 这样他觉得说 网腰你是不是病到 好像已经 发带起来 感觉好像有点 可能也许神志不清 突然不认识大家 没有关系 我们大家继续沟通 结果沟通来沟通去 终于发现你自己 你好像已经不是林网腰了 然后结果他就自己说 好 我告诉大家 我叫朱秀华 我今年才18岁 吴秋德他们全部吓一跳 怎么可能 说国语 对啊 而且说国语 而且他说的台语 是厦门腔 你知道 入港跟麦聊 讲的是海口腔 对 这个地方讲的是海口腔 那问题是 他讲的腔调 也不是当地的腔调 海口腔调不一样 对 那说也奇怪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当时 这个林网腰 他以前不是体育多病吗 不是说这个 只会 这个施班洗衣服吗 结果呢 他突然变得身体非常健康 并于说18岁的少女 而且呢 他怎么样呢 他开始会帮忙 建材行的扛重物啊 干嘛 但是他已经不会烧饭了 对 吴秋德就会很奇怪 哇 你为什么不会烧饭 少女不会煮饭 然后再来 因为他自称18岁嘛 也真的 再也不是那种40岁的体态 他就是感觉很像18岁的少女 比如他们附近的邻居 看到就常常说 看到吴秋德 骑着机车 后面做一个年轻的女子 为什么呢 因为打扮也是18岁的少女了 有没有 大家就觉得 好像是一个17岁的女子 他不是字 但是呢 在戒施还魂之后呢 凌网妖也就是朱秀华 他突然每一个字都认识 还会教小孩子算术 而且他会讲国语 差别好大 他开始会讲国语 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 以前凌网妖是只吃肉的 他很不喜欢吃菜 但是戒施还魂之后 他就爱吃菜了 而且是只吃菜 吃素了是不是 对 然后开始礼佛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也牵动了一些人来 来这个跟他 比如说一些 这个当时比如说 成功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医生 还有一些精神病的权威 来研究他 结果最后都说是正常 好 朱秀华就娓娓道来 他怎么戒施还魂的故事 所有人听到都觉得 哇 真的 好像你真的蛮玄的 朱秀华18岁上 你自己讲 你知道朱秀华是金门人 所以他的口音 才带有厦门枪 当时823炮战 民国47年的时候 823炮战 当时大家都摇船说什么呢 都说国军要撤退了嘛 对不对 金门守不住了 好 那朱秀华的爸爸跟妈妈呢 就把他带上这个渔船呢 直接往台湾这边逃过来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炮弹打得太远了 在海上的时候呢 就打到这个渔船 然后爸爸妈妈呢 都这个人过世嘛 那朱秀华就跟着这个渔船呢 飘飘飘飘到了外散顶中 也就是海风岛外面 奄奄一喜 但你知道 这种逃难的时候呢 你身上就有很多细软 有没有 很多精子 结果呢 岛上的这些渔民呢 每一个人呢 都看到之后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马上把他身上 这个贤财 使劫一空 使劫一空呢 这不怎么样呢 大家就决定 好 那这个少女 我们大家不能让 我们的犯行被发现 对不对 就把你丢上渔船 把那个渔船往海里推 也不用让他火啦 对 可是当时有一个渔民 叫林青岛 他说我们不要这样 不可以这样子 结果林青岛还被这群渔民 揍了一顿 对 意思就是我们要犯罪 那你不要的话 这个你就不是我们这一国的 那林青岛独目难称大虾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秀华 奄奄一喜 被推到海里面 朱秀华就这样过世了 但是呢 你家过世的时候 冤魂飘飘飘飘 他自己讲的 冤魂飘到台西这个地方呢 碰到了王爷出巡 有没有 那张李莫甫王爷 那三个王爷 然后就看到他 就跟你讲说 秀华你阳寿未尽 然后呢跟他讲说 这群人实在太可恶了 他们常常在外山顶州活动 你就回到外山顶州 报复他们 回戏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朱秀华 冤魂要来报复了 他就回到那边 可是你知道朱秀华 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 对 所以整整三年呢 他也就想说 他只要帮帮林青岛捕鱼 因为林青岛当时有帮过他 但这群人 他也不忍心害他们 反而是 外山顶州周边的一些 无阻的孤魂 看不下去 他们每个人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这个人 有对这个朱秀华 做过坏事 他就附身 附身之后呢 就在那边大叫说 我犯了这个 全天下 最不能犯的错 我把朱秀华怎么了 冤魂来戏弄人类 然后附身之后 就直接让他跳到海里面 就这样死掉了 所以当时呢 很多渔民就遥传 就开始传说 传说什么呢 就说朱秀华的冤魂不散 其实不是他 说死的莫名其妙 对 就说其实不是他 因为当时犯案的这些人 几乎都不得好死嘛 后来 然后结果后来呢 朱秀华呢 又这个冤魂 又飘回台西乡 王爷就跟他讲说 因为你阳寿未尽 阳寿未尽 而且你又人又很善良 他就说刚好我们麦辽香 这位林网妖 他已经到了这个 阳寿已经走到尽头了 对不对 那就允许你 今天去戒失还魂 所以才有了这个故事 神明说的 对 那林网妖当时呢 你看包括电影 包括这个纪录片 大家都专程来访问 为什么 因为这太神奇了 当时精神科医生 大家有建议说 他说那可能你 本来就 感觉就认识朱秀华 或听过他的故事 或怎么样 所以你才有了这个暗示 所以才怎么样 但是呢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不由得你不相信 他其实呢 朱秀华的灵魂 就住在林网妖的肉体里面 那经过这么多年 他民国71年的时候 还特别盖了镇东宫 他就在里面注持 诚心的礼佛 然后呢 这个建材行呢 现在都还位在麦辽街上 继续营运 对那当然林网妖 林阿嬷 他是不希望说自己的故事 大肆地被渲染 那所以呢 在云林的台西跟麦辽这一代呢 很多齐老师 俊俊乐道 然后但是呢 他一直都很低调 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说你要访问 他年纪也大了 他可能也不太希望 受到访问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呢 真的非常的悬 借尸还魂 不由得你不信 另外这个旧茶壶 当时说买才买600多块 现在价值两三千万台币 到底为什么差这么多 是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画面左边这个地方 看到在英国一个拍卖会上面 有一个没有盖子 而且呢 各位看好了 真的是没有盖子 盖子都已经不见了 他的这个茶壶的茶嘴 这个地方也修补过 茶那个把的地方 也断掉再黏回去这样子 告诉各位 像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在你们家里出现的话 大部分就是 丢掉吧 人家垃圾桶的货色 连泡茶都没办法泡啊 可是你很难想象 这样子的一个茶壶 居然在拍卖会上 正式成交进入 他的这个最后的成交价 是2300万台币 而且由谁买下知道吗 是由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在英国的拍卖会里面 用天价把这个破茶壶 给买回去 那为什么说把它买回去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破茶壶 经过鉴定过以后 发现说这个茶壶 其实跟美国独立运动 独立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茶壶的制造商 他叫做约翰·巴特兰 他是一个在英国 早期的一个英国人 他后来移民到美国去 他的时代 大概是西元1750年左右 那1750年 1760年左右 这个英国的制食工人 他离开英国 到美国去 开了一家制食工厂 他就做这个茶壶 那这个茶壶 为什么很重要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跟美国独立运动的历史 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早期 在当时在美国 还是英国殖民时期 当时呢 美国跟这个英国这个地方 当时有一个 这个有个条约 是这样定的 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在美国本土 有制造的商品的话 那么英国就不得已 本国的这个商品 输出到美国去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美国人 不自己不做的话 那么英国人 就是把他商品 就倾向到美国去 这样子的 而这个茶壶的制作 对美国人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 美国 就是美国本土 当地的这个家庭里面 你家里面喝茶啦 这个喝什么东西 你用这个壶的话 都得用英国货 就用柏莱品这样子的 而这个约翰巴特兰 他所制造这个壶 做出来以后的话 代表情况是 因为他们本土 已经有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英国就不再 这个输出 这个相关的产品 到这个美国去 所以这个跟美国历史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说 美国大多位美术馆 运用2300万台币 买一个破炒物 回家来 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 跟他们的历史 是相关的 所以他的价值 并不在于说 他有多漂亮 或是他的形状多优美 各位都搞错了 他的真的价值 大家知道吗 在于说 他的历史价值 是非常非常高 尤其对美国人讲 是非常非常高了 那同样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件东西 那更厉害了 为什么呢 刚刚讲那个破炒物 2300万嘛 对不对 各位看这张毯子 各位我们觉得说 这张毯子 跟你们家的那个 那个床铺上 破那个毯子 还长得蛮像这样子的 这个太空毯 长得蛮像的 那这个毯子呢 最近在美国拍卖会上 也出现了 告诉各位 他的最后成交价 是多少 知道吗 他当初据说 他的卖价 是150块美金 那最后的成交价 多少钱知道吗 也是150 可是后面加个万 这个字 所以150万美金 换台币 是4400万台币 那为什么这一块破毯子 可以卖那么多钱呢 告诉各位 其实后来经过 鉴定过后结果的话 发现说 这个毯子大有来历 为什么呢 因为乍看起来 不准备这个毯子 事实上 是来自于美国当地的 西南的原住民 这个一个 他们的这个 所制作的一个毯子 这个毯子呢 它有一个绰号 就是酋长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荧幕上看到 它上面有写一个 这个名称叫做 纳瓦霍 那纳瓦霍呢 是一个在美国西南方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原住民民族 他们 这个在大约 距离现在150年前的时候 他们在当地的西南地区 原住民民族 他们的妇女同胞 会用他们最高级的羊毛 用手工织这样的坦的出来 专门给谁用呢 给贵族 或是给酋长用 那为什么给酋长用 因为这种毯子的花纹 跟它的这个颜色 它代表是一种权势 或是一种地位 所以当年生产的数量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出现在呢 这一个人的家里面 所以后来 他把这个坦头送去拍卖 以后结果的话 从最早的150块美金 最后变成多少钱 知道吗 告诉各位 150万美金 换台币的话 就是4400万台币 你告诉各位 这简直是一件了不起大事 为什么我刚才讲 知道吗 因为这种毯子 我告诉各位 如果放你家的话 我跟你保证 你立即拿来垫被子 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一块毯子而已 对不对 可是很难想象 像这样的东西的话 因为牵涉到美国 当地自己的历史文化 所以它最后 卖出高架出来 所以我刚刚讲说 其实很多东西 在你的眼中 可能是垃圾 可是在别人眼中的话 会有些黄金 这一个毛毯 跟这个茶壶 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是不是特异功能呢 这个男子吃了辣椒之后 是冒汗没有错 不过头皮会冒烟 环宇搜其无奇不有 头磕得再多也没用 中国日前发生一起 离谱的火烧车意外 一群人疑似 为了祈求交通平安 轮流向卡车磕头 并且点燃放在车前的 大量鞭炮 但疑似 因为鞭炮距离卡车太近 竟然引发火烧车 导致现场一片火海 车子烧到面目全非 只剩股价 影片一剖出 被网友骂到臭头 也有人认为影片是假的 怀疑车主骗保险 而发火事件不止一桩 有一名中年男子 只要吃下辣椒之后 头顶立刻不停地冒汗 头皮冒出震震的白烟 让人嘖嘖撑起 这位大叔表示 自己十分健康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辣到冒烟 网友则笑说 大叔应该是练了盖世奇功吧 这就是朝天辣椒 我也敢吃 吃了以后 头上不会冒烟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